大甲妈祖福教是台湾一项历史悠久和具有文化意义的活动 每年吸引大量的信徒和游客前来共享盛举 今年中心大学EMBA的黑熊羽球协会也一同来参与盛事 展现团队凝聚力和积极向上的精神 与其他志愿者们共同为大甲妈祖的庄严活动增添力量 信州们穿流不息地走在道路上 保持着虔诚的心与神同行 大甲正南宫妈祖展开围棋九天八夜的绕境活动 今年中心大学EMBA的黑熊羽球协会也一同参与盛事 展现团队凝聚力和积极向上的精神 中心EMBA黑熊羽球协会一直以来也致力于社区活动的参与 那我们想说真的这么有意义的一个一年一度的传统盛会 这样的一个活动对我们也是一个团队精神的展现跟锻炼 我们很多的社员这次是第一次来体验 不过大家看起来都非常的兴奋 而且热情的参与这一个活动 除了我们的社员以外 其实很多的家属也非常的热情一起来集体参与 大概至少这次有三四个人以上的活一个带参与 六号上午绕进队伍行经大渡地区 从早上开始羽球协会的成员就当起志工忙进忙出 为广大的信众来服务 尽管之后天空下起了细雨 也交不习大家的热情 随着妈祖联教的到来 协会的成员也体验服教 并协助信众来钻教脚 我是台中长大的 那我第一次参加就是大甲妈祖绕境这件事情 然后所有一切都很兴奋也很新鲜 然后我刚刚有就是跟着教走 还有就是钻桥就是钻教下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如果以台中的文化来讲 一定要来体验这样子特殊的人文异彩 那我自己本身是大甲在地人 我从小时候参加到现在 我带着一颗非常恭敬的心 一起跟着大甲来绕进台湾 那这次的活动啊 我觉得更精彩 大甲妈祖很体恤我们的心 都尽量安排让我们论教 还有服教这些活动 我觉得我们每一年都超级开心的 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 那身为大甲人我非常的荣耀 谢谢 协会表示参与这样的活动 不仅能够弘扬传统文化 也是对团队精神的一种考验和锻炼 成员们都秉持着尊重和谦卑的态度 融入到这一个历史悠久的活动当中 希望在妈祖的庇佑之下 成绩一年比一年更进步 中兴EMBA黑熊女球协会 求不落地永不放弃 中兴人一家人 记者杨宗环台中采访报导